老婆,我们复婚吧 李立军鼓足了勇气,跪在了地上 大姐愣住了,睁大了眼睛 呆愣愣地站在那里许久都没反应过来 你发什么疯,赶紧起来 老婆,不用隐瞒了 许莫什么都知道的,而且她已经改过自新了 李立军一刻都不想等了,只想和妻子复婚 她本来就是个操汉子,穷工人 老婆孩子热炕头,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 大姐身子颤抖,哭了起来 李立军,对不起,我不配做你的妻子 我自私自利,为了我弟弟,为了我家人 把咱们所有积蓄都败光了 我们已经没地方住了,是我害了你 老婆,你再这样说我就生气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没有谁害谁 再说了,老婆,学习没房子住 这是房子要是,咱们有自己的新家了 大姐眼睛一亮,赶忙擦干眼泪,惊喜到 真的吗?城北的毛黑房办下来了 李立军摇摇头 愿真的 不是,是许墨给咱们买房了 别开玩笑了,许墨什么样,我比你清楚 他欠了那么多债,还没有还清 怎么可能给咱们买房呢? 是真的啊,他还给咱家买了车 奥迪A6,车就在楼下停着呢 他真的赚了钱 李立军又把今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你老婆好累,咱们还可以再买完到来了? 大姐才相信,却久久回不过神 别说,赵远格,本镇最贵的房产 天啊,许墨,你给我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哪来这么多钱 七百万,你居然花了七百万买房子 还买了辆这么贵的车,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事 大姐,你听我解释啊,连爸都相信我了,有苏西给我证明呢 家里的债务我都还了,我现在赚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小西,小西也回来了 当然了,就知道你们不信我,所以我把苏西带回来作证了 大姐脸上这才逐渐露出笑容 这么说,你小子真的发了财 是啊,姐,你不用再担心我这边了,明天你赶紧和我姐夫复婚去 行了,赶紧做饭,明天,你也跟我回去一趟,不然我心里没底 好嘞姐,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你我解放了,是在人实现 正是萧强威打来的,继上次张子豪介绍之后,这女人就消失了 怎么会突然打电话过来 喂,是许大哥吗,我是萧强威,我爸爸出事了,你能帮帮我吗 我闭上了眼睛,一幕幕画面开始出现 萧强威的父亲正在股市疯狂砸钱,最后全部亏损 然后把公司变卖全都投入股票 直到最后,倾家荡产,选择了服毒自杀 一代房产大亨,被发现的时候,尸体都腐烂了 人命关天啊,既然是子豪的朋友 那么,就必须得出手就一下了 你父亲的事我都知道了,他最近迷上了股市上的一只妖股 到如今,投资股票就已经赔了一个多亿 最近更是把公司很多产业变卖,变现,全都投入股市了 明天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劝他回头山,就彻底完了 他不听我的,根本不听,怎么办啊 徐大哥,求求你,救救我吧 肖强威哭的梨花呆,看起来十分伤心 就在刚才,他试图劝指父亲,得到的却是再次被赶出了家门 嗯,我已经猜到了,我有办法救他,等我过去吧 你回家看好你吧,别让他在妖果头太多钱进去 他应该会听,只要不一下子珠子太多,我都有办法打醒他 你有办法救他 肖强威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难道,您懂炒股 嗯,懂一些 可,我父亲性格太差了,万一不听怎么办 肖强威的神色,一下子难过了起来 自己的父亲小鼎,那是出了名的大人物 脾气也是绝对的骄傲和冷漠 绝对不服任何的劝述 碗里是什么身份,都一样 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业皇帝 哪怕衰落了,也有自己的自负 你放心吧,炒股这一行,我还是很自信的 最近股权疯传的石油大山,就是我 告诉你这个消息,算是一颗定心碗 切记不要说出去 朋友父亲被人设计陷害导致倾家荡产 然而我前去帮忙时,却质疑我是骗子 小子,我身家百亿的时候你还在穿开当裤呢 你知不知道我一天的营收,就是你一辈子的存款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胡言乱语 你有种再说一次试试 我说,这只股票,的的确确,不怎么样 小子,知不知道我在这只股上砸了多少钱 这几只股票,我砸了五千多万进去 马上就要涨了,你懂什么东西,就在这里大放厥词 嗯,你该不会以为张着是我女儿的朋友 我就不会对你怎么样了是吧 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离开我家 萧鼎指着门口,直接给我下了逐颗令 叔叔,听我一句劝 金融圈这个领域,您或许自以为身家殷实 出入这行,就已经站在了顶峰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哪怕您是房产大行 二十年前就已经身价百亿 但股市的凶猛难以想象 动辄就是外衣的金吞活泼 您所看到的不过就是冰山一角 沧海一宿,并非是您一个新人能轻易赌上全部身家的寄托 您先别急着反驳 不妨说说,炒股以来,您一共挣了多少 小子,道理谁都懂 但不是谁都有纵横股市的实力和魄力 很不巧,我都有 至于我挣了多少 哼 前段时间,中东石油事件知道吧 我,成功坐上了末班车 虽说赚的不多,但也入账了几千万 算是在国际金融大鳄的身上刮了一笔 小子,做实验是很好 但股市的来钱速度是您想象不到的 萧鼎的声音带着点骄傲和自负 在偌大的客厅里回响 然而,我不仅没有被说服 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 叔叔,你错了 股市的确挣钱快 但脱离了实业的金银 那只能是一栋栋的空中楼阁 华而不实 相信我,您是真的走错了路 但您身在此山中 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最正确的选择 小子,您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萧鼎恶狠狠地说道 显然,我刚才的一三言辞 已经让她破防了 萧鼎的忌讳 逆龄就是她这么多年的眼光和能力 谁要是敢质疑 就是彻底激怒了她 爸,你疯了吗 难道许大哥说的有错吗 你已经磨正了 公司都快被你输没了 我这次求许大哥过来 就是为了帮你 而你却用这种态度对待她 太过分了 没事,叔叔 既然已经谈崩了 不妨我们玩个游戏 三分钟内 你我二人选一个最看重的股票 一个小时内 谁的股票涨了快 幅度大 就算谁赢 如果我赢 您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要是输了 就听您的 眼不见心不烦 立刻从您家滚出去 怎么样 话语里 已经隐隐有了挑衅的意思 萧鼎恶狠狠地瞪着我 冷笑道 不自量力 行,我跟你赌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金融 好,赌约成立 现在可以开始了 萧鼎紧皱眉头 开始快速地搜索股份 当锁定了一只凯莲股份的时候 他缓缓抬起了我 冷笑出声 小子 原本这只股 我打算过两天再入手建仓 但现在 我要让你知道自己的挑衅 有多愚蠢 说着 他已经着手操作了几位 很快地开始建仓 投入了百万资金后 又自信地看了我的手机 叔叔 记住我刚才的话 您是真的走错了路 我这一手 是想早点喊醒你 我也开始给一家 名为龙溪房产的股份建仓 龙溪 萧鼎皱了一回眉头 终于忍不住龙笑出声 我还以为 你要搞什么爆炸新闻 原来是这家破烂公司 因为这家龙溪房地产 是他的房地产领域里 一个不知名的竞争对手 前几年 龙溪的老总都亲自上门送 但被萧鼎赶出去了 万万没想到 青年就上市了 但哪怕如此 萧鼎也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小小爬虫 哪怕挂牌上市了又能怎么样 不还是得养我的鼻息 哎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是您自己错过了这破天的富贵啊 年轻人 我劝你直接认输 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 我不让你太难看 但有句话 我这个当长辈的 还是要劝你一下 年轻人 不要老想着教育老一辈 你凭什么认为 你那虚无缥缈的金融天赋 就能理得上我半辈子在上海浮沉 一路摸爬滚打的经验 在他看来 这一局 我输定了 因为他对我买的龙溪 太了解了 整个房地产行业 都被打压得很厉害 一直都在走下坡路 怎么可能 会有巨大的涨幅 这一局 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叔叔 多说无意 静待结果即可 哈哈 如此狂的年轻人 一定会栽跟头 随着他冷笑声音落下的瞬间 电脑屏幕上的走势图 有了微妙的变化 胜负来得太快 都是没什么意思 是啊 胜负来得 太快了 我打开了手机 龙溪股份走势图 直接呈现出一条大红线 只是半小时的时间 居然上升了四个点 肖顶的凯莲股份能够爆赚 已经是意外惊喜 可万万没想到 我买的龙溪房产 涨幅是凯莲股份的两倍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不合理 小时房地产三个月才涨两个点 区区一个新崛起的龙溪 怎么会突然爆 肖顶瞪大眼睛 倒吸一口凉气 这根本不可能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房地产 不 这费不可能 这数据是假的 叔叔 你买的这只妖股 是不是叫金顶妖器 这个金顶股份 其实早就已经崩盘 在三年前就面临退市了 一直都在找结盘下 几次在港度融资上市失败 如果我没猜错 是你的外甥 李泽成透露给你的吧 胡说八道 不知所云 我不信我亲外神会坑我 你少在这里挑拨李贱 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你外甥李泽成 不会莫名其妙 向你推荐这只股票 有更大的局 在等着你落网 金顶 曾经名为山河药业 这样说 您总该清楚了吧 我的忙已经帮完了 严禁于此 告辞 说完 我转身离去 客厅里 只留下了目瞪口呆的肖强威 还有情绪几乎要疯狂了的肖顶 颖 爸对不起你啊 肖顶苦笑一声 隐隐太明白了这一切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爸 您可知道 整个金融圈 无数大老豪之间 都想要见一见这位许大哥 你儿为你争取来了 你却不懂珍惜 说到这 肖强威望着我离去的方向 深深叹了口气 喂喂 你说实话 这个许莫到底是什么来历 肖强威低下头 眼睛里满是对父亲的失望 淡淡的 他就是 您挂在嘴边的原油大亨 在中东石油风波中 狂撈48亿的那位超级散户 肖顶额头猛然冒出冷汗 扶着沙发惊呼出声 啊 他 他就是那位超级散户 原油大亨 难道您就没有感觉到 他对于古事的了解 眼光的毒辣 以及精准的把控 看上去就不同凡人啊 爸 您把您的偶像给赶走了 肖顶大口呼吸着 只感觉两眼一黑 恨不能找个缝钻进去 那我刚才的行为 岂不是班农弄府 关公面前耍大刀 而且你还把人家的诚恳劝谏 全部抛出脑后 把人赶了出去 此时的肖顶 肠子都毁清了 微微 现在还有机会挽回吗 唉 我试试吧 而另一边 肖市地产的会议室内 一个青年坐在主位置上 下面全是肖市集团的股东 元老 我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李则成 当前控股肖市集团 百分之二十八 担任行动总经理 今天 是我第一次召开集团 董事会议 我把大家叫过来 是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宣布 李则成缓缓地站起身来 他的目光犹如音笋 扫视着每一个人 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李总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现在公司你做主 我们都支持你 对呀 对呀 谁让我们挣钱 我们就听谁的 随着一个老者开了头 几个股东全都纷纷表态 这也让李则成脸上的笑容 更加灿烂了起来 好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提前宣布了 从今天开始 肖市集团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将由我李则成任职 我的舅舅 前董事长肖鼎 私自挪用公司公款 导致账面资金短缺 不仅如此 还私自卖掉了公司股份 导致公司股价暴跌 进一步致使公司资金断链 他的行为给集团带来了极其恶劣影响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要求罢免肖鼎集团董事长的职位 请各位股东表态 谁赞成 谁反对 他的话就好像重磅炸弹 让股东们一脸震惊 有些回不过神来 全部都乱在当场 整个会议室内的氛围 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我反对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 颤颤巍巍站起身子 恶狠狠地瞪着李则成 他是集团的老大哥 跟着肖鼎打拼二十多年 一把年纪了 集团中心等等 李则成 你不过是一个工厂看大门的 是你舅舅看你可怜 把你从老厂子里捞出来 辛苦栽培 予以正用 刚把公司交给你一年 你现在居然要谋权篡位 你这个狼子野心的王八蛋 吃肉不涂骨涛的白眼狼 整个集团都是我们老一辈 用半辈子的心血打拼出来的 人得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亏得董事长这么信任你 把你荡亲儿子一样对待 而你却想抢掠他的公司 你于新河安 抽上 王董事 您年纪大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但丑话说在前面 董事长的位置 能者居知 萧董事长霸占这个位置 却不能给公司带来效益 耽搁的不仅是你自己 还有各位股东 乃至千百员工们的未来 各位股东们当初那么信任他 把钱投入进来 他做了什么 你挪用公司资金 导致公司周转不了 这个董事长有考虑过公司集团的未来吗 而我可以拯救这家公司 我任职之后 将会向公司注入十个亿资金 并以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 成为本集团最大的股东 李则成 你说什么 你哪里来的十个亿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你老了 这不再是属于你们这些老不死的时代了 辞职养老去吧 你 你 各位股东 很难选择吗 他的目光 此刻已经毫无感情 看上去像冷血的君王 不难 不难 我绝对支持李总 尚未 没有意见 我也是 还有我 我也支持李总 对 现在公司本来校技就不好 萧董还挪动资金 而且还这么一大米数目 导致现在公司运转都成了问题 太让我们失望了 这一瞬间 所有股东全都点头同意 当场全票通过 就在这时 萧丁走了进来 你这个王八蛋 整个集团 都是老子的心血 老子的钱 想用就用 你特么敢对付我 还敢驱逐公司的元老 谁给你的胆子 老子的家里 大色优优筋